丁丁 丁丁 阿姨 你给我们的脸都丢尽了你 丁丁 你撒手 妈 我没有 没有 没有 那沈侯怎么说 你不是以为包团团把他甩了吗 你告诉我 这肚子里的孩子谁的 说 妈 有本作不敢认是吗 你跟我说这到底是谁的 阿姨 这孩子是我的 这孩子是我的 从现在看我们整个上半年业绩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下半年还是应该更 收到哪儿了 没什么 你休息一下准备吃饭吧 我们下午再谈 别看了 出去吧 谢谢 我 恭喜 我 asiu 我 age 我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到底该怎么办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陈 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同事 刚刚办完入职 我还有个会 你带她熟悉一下 思妮姐 我想下午请个假 你这两天怎么了 状态那么不好 我劝你不要因为感情的事情耽误工作 下午把事情解决清楚 明天开始打起精神来好吗 好 来 星辉 那是你位置 她叫Sindy是吧 说话像抱豆子一样 你都不知道我刚刚紧张死了 这儿 没事 你熟悉了她 你就知道她人很好了 我一会儿还有点事 我就今天不能带你熟悉公司业务了 好 没事 我帮你带 我就是想中午请你吃鸽饭 谢谢你的 那就下次吧 好 李辉 这是我大学同学刘新辉 你好 见过 见过 我还有点事 我得先出去 就麻烦你帮我带她熟悉一下公司业务 好不好 好 没问题 不 你去哪儿 私事 陈总 他们俩不会真有什么吧 说什么 他 他们 没什么 没什么 就算有什么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来 认识一下 珍妮 廖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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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带她 走 带你熟悉一下 好 这是我们的婚姻室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大老爷们等个电梯还插队 你好不意思吗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着急 谢谢 严小晨 严小晨 严小晨是哪位 进来吧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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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你上 谢谢啊 来 我帮你打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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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怀孕吗 第一次怀孕吗 结婚了吗 李懿婚了 有人陪你一起来吗 我们是有规定的 做人流手术 最好是有家属陪同 你们要仔细确认了 手术同意书上的所有内容 签字之后才能进行手术 有任何后果 我都自己承担 所以我自己签字确认就可以了 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都可以问 事关你的身体 我们也希望能够充分地沟通 避免有可能产生的一些风险 确保你在数后得到点好的恢复 我做完手术之后 需要请假休息吗 当然 无痛人流 只是在手术的过程当中 通过麻醉 减轻疼痛和不适 但是在数后的半个月之内 还是会有可能产生一些 持续出血的现象 如果你不休息好 会引起感染 甚至引发膨强炎 所以必须通过充分地休息 和一些口服的药物 来促进你子宫的恢复 并且数后半个月之后 及时来医院复查 避免留下不良的影响 我最后再跟您确认一下 手术前一天晚上十点之后 不能进水进食 你从昨晚十点之后到现在 没有再喝水吃东西吧 没有 好 手术同意书 我看一下 签个字 签字之后就可以让护士 带你去手术室进行准备了 好 干什么呢 难事止步 对不起 故事不好意思啊 我问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一个病人 叫严小晨 请问您是病人的家属吗 我是他朋友 病人的隐私我们无权透露 不知 Marina 不知你 有个友好 去吧 那啊 多感觉 喝水 吧 你 小辰 你不能这么做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看你出了公司 我放心就跟过来了 这位先生马上就要手术了 请你在外面等一下 小辰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想清楚 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考虑得很清楚了 我现在是个成年人 我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我自己能决定 你们快推我进去 等一下 等一下 小辰 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不告诉你事情啊 因为我知道 你是真心爱在身后的 现在你们不得已分开 你不能因为一事冲突 打掉你们的孩子 你就知不知道啊 这位先生 请问您是他的亲人吗 不是 你是他现在的男朋友吗 不是 你是他体内受精卵的 精子提供者吗 通俗地说 你是他孩子的父亲吗 不是 那么抱歉 既然你无法为他负任何责任 恐怕也无权干涉他的决定 麻烦在外面等一下吧 进去吧 是 哪儿 是 我曾智不睡 你累了在天黑 多完美的一对 还是说自己喂 傻话离开了嘴 代价也许昂贵 什么时候你敢追 故事的纤维 心脏有一个缺 失约有一个结 太多人不履危险 独一个完结 就寂寞平相言 方向感平直觉 一半心酸一半喜悦 推我们到中逢的街 我们是两个半愿 分开走一圈 聚会会作为世界 自立行间 最后 祝你先生您好 再来跟您 我真的非常非常诚心地 想起您跟我一起吃个饭 好 地点我已经听好了 时间由您来决定 好 我应该好好谢谢你 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 但是我们两个之间差距太大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帮得到你 也就只能是说 谢谢 谢谢 再谢谢了 希望以后能有机会 让我换你这个人情吧 一半心酸 一半喜悦 推我们到中逢的街 我们是两个半愿 分开走一圈 老板 就是因为我们家穷 没钱没地位 所以好欺负他们 如果不是因为她的自私 我当年根本就不会调到 我爸根本就不会出意外 是她间接杀害了我们吧 她毁了我们一家 她毁了我们一家 你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 就跟着我回家 亏谈别人一丝很好玩是吗 还是你觉得你帮过我 你就可以随便进入我的生活 这可不是之前的所谓的朋友 还是老肖能解释得清楚的吧 我只是觉得 有的时候就算你知道真相 但不一定换回来好的结果 我只想看到你开心 我只想看到你开心 我不想看到你开心 我不想看到你开心 就无计我和你相远 放香感觉 你接着所有人的痛苦 我还不如自己先结束这段感情 我多自协 我只知道我现在只有这一种选择 勇敢多危险 反着我那么痛 严小诚 严小诚 开门 严小诚 开门 先生 请你保持安静 这里不让喧哗 我现在可以回答你刚才问我的问题 我可以对他负责任 我不是他的亲人 我也不是他的男朋友 我也不是孩子的父亲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他告诉你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人生对天的人生负责 我现在就要去干涉他的决定 严小诚 开门 先生 你冷静一点 严小诚 先生 别人自己放弃了手术 你现在可以带他回去了 我们下面还有准备另一台手术呢 对不起 好 小诚 喂 不好意思 给我们点时间 我明明已经下定决心了 而且我也知道 我只有这样做才是对大家都好 可你知不知道我刚才一躺在那儿 我发现我做不到 一次走了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选择 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的 我只知道孩子是无辜的 我真的没有权利去结束他的生命 虽然我现在给不了他应该拥有的一切 也许他以后也会恨我 但是我现在 我只想尽我的权利好好地去呵护他 我要把他留下来 放心吧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要不先去房间里面把衣服换了 我在楼下等你 不好意思啊 没事 他真的蛮关心你的 来 谢谢 你最近都没怎么好好吃饭吧 够我二十分钟 给你做都好吃的 去上班上休息吧 我 我帮你吧 不用了 需要帮你做什么吗 不用了 我帮你洗菜 真不用 我给你倒杯水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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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我来吧 我来吧 我来去吧 没事 我可以的 你慢点 你看嘛 那 谢谢 我发现 我每次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 你都会亲不吃好吃的 谢谢 谢谢 嘴里面有东西 心里面就不会那么空了 好好吃饭营养才跟得上 你现在啊 最重要的 就是养好你自己的身体 这样才有力气 继续战斗下去 对不对 晓晓啊 这难过归难过啊 但你得吃饱饭哪 你不吃饱了 你怎么能去站透啊 怎么了 没事 来 谢谢 谢谢 晓晓啊 你看你这门锁的 真把自己锁上了啊 看爸我给你做的鱼汤 来哼的 来哼的 吃 吃饱了吗 吃饱了吗 要不要下楼走一走啊 刚好可以送你回去 不用不用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我不是特意送你 我不是特意送你 就是吃饱了饭 出去散散步而已 好 好 那我收拾一下 你不用管不用管 好 不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猴 猴子 猴子 你别跑了 猴子 你来这儿 是因为还在想他吗 我只是想来看看 喝过去倒个别 我原来还没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和他的感觉就像是 黑夜和白昼 永远擦肩耳垢 又特别像 天空和大海 虽然彼此映照着对方 但是天空 永远拥抱不到海洋 我和他是在这儿开始的 就让这段感情 在开始的地方结束吧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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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太阳 小小云雪 妖装无一层回忆口袋 逃出了想念 一如初见 青春的一语淡言 都值得我深陷 红线的眼泪 这个地方风太大了 别感冒了 我们回去吧 袁小泉 青春的海 快拽深渊 吹成光亮每次凑白 陪我一起镇页 暖暖时光 难免回家 藏一些红片人的字节 同意我们的眼泪 太伤心走过黑夜 有明天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心情不好 心里堵得慌 心里堵得慌 上来透透气 你每天都这么忧心忡忡的 对肚子里面的孩子不好 这人啊 有时候心情好与不好 不是自己能决定 况且我还经常决定不了 你突然想打掉孩子 是因为你妈那天给你打了电话吗 你突然想打掉孩子 我们那天在医院 我们那天在医院 被我老家邻居阿姨看见了 她告诉了我妈 我妈就非逼我回去跟她解释 可如果我告诉我妈说 我跟沈喉结了婚又离了婚 她肯定不会让我 把这孩子留下来的 所以 我还不如自己做一个了断 那孩子的事情 你想怎么跟你妈说 我 可能会被打一顿 然后 她会跟我断绝母女关系 这样已经习惯了 但是既然我已经决定 要把孩子留下来 我就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给她最好的生活 陪着她长大 你知道吗 单亲妈妈不好做的 有许多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 别的不说 孩子是没有父亲的 本身就要承受各种异样的眼光 要是你妈也不接受的话 光凭你一个人的爱 恐怕不能弥补她内心的缺失 这样对孩子成长非常不利 我 我的人生怎么那么难啊 你早晚会知道 长的是磨难 短的才是人生 所以这就是我的人生 我必须要独自去面对这些 我现在有一个办法 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什么办法 就是我跟你 结婚 这个孩子所有的问题 都不会再是问题 你也可以告诉你妈 这个孩子是我的 陈志远 你疯了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就当我有病吧 不是 为什么呢 你要钱有钱 要事业有事业 要相貌有相貌 只要你说一句你想结婚 应该大把的姑娘想追着你来吧 你为什么要找我呢 那只是一种形式 你可以当作是一种交易 交易 那交易也是要在双方 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 才能正常进行吧 我在这个婚姻中 我能得到好处 那你呢 你能得到什么 好 那我就来说说 我们彼此之间获得的好处 首先你需要婚姻 来养育这个孩子 对不对 你要给你妈 给你的亲人一个交代 算是解决了你眼前 最急迫的问题 而我 我也需要婚姻 来给我的家人 给我的亲人一个交代 让他们不用再为我的婚姻 而操心 我也可以安心地 继续做我的事业 所以我觉得 我跟你结婚 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你的理由 虽然听上去都很有道理 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可取 你我非亲非故的 你为什么要帮我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对不起 喂 妈 袁晓晨 我现在在车站 你立刻来接我 怎么了 我妈来了 她在车站 你现在过去不太合适吧 你妈现在在气头上 你还怀着孕 这万一真的要动起手来 这样吧 我先让老李 接你妈去我家 为什么要去你家呀 你跟你妈现在最好 我不要单独见面 有我这个外人在 你妈多少也会顾及一些 但是我总得自己 去面对这些问题吧 我现在是在为你肚子里面的 孩子考虑 宇宙最好 我现在就不觉得 你沉着 我还是要放大 我又要这么多 我这边 降厉 我这边 肯定是 妈 房子挺大呀 你的 也够有钱的啊 叶小晨 你本事够大的知道傍大款了 我跟你爸爸这一辈子本本分分的 怎么有你这么个女儿啊 我没有 妈 阿姨 你给我们个脸都丢尽了你啊 真的 你撒手 妈 我没有 没有 没有 那沈侯怎么说啊 你不是因为傍大款把她甩了吗 你告诉我 这肚子里的孩子谁的 说 妈 有本事做不敢认是吗 你跟我说这到底是谁的 阿姨 这孩子是我的 不是 妈 你听我解释 这怎么回事啊 你们这到底做的是什么事情 妈 我都 妈 妈 妈 严志强 你怎么养出这么个闺女 我说不让你上上海 不让你上上海 上上海你就学这个呀你 妈 你听我说 不要脸哪你啊 我都觉得没脸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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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这么个女儿 我不是你妈 妈 你听我说 这孩子不是她的 这孩子是 不是 阿姨 这孩子就是我的 刚才小诚跟我支气呢 所以才说这孩子不是我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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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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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 小诚 有男朋友 你为什么 有这么折動 男人 兵音儿 你们这两个人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这怎么办呢 阿姨 你放心 我一定会跟小晨结婚的 我会对她负责到底 给她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是真心爱她的 你真是忽乱了呀 真是 看来现在只能这样了 你真是忽乱了 你搭好的条件 你怎么就甘心被我这么耽误啊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现在也不着急结婚 你也没耽误我什么 我只是在我空闲的时间里面 帮了你有小忙 结婚对你来说 就只是个小忙啊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怕没有绝对的好 也没有绝对的坏 既然事情就发生了 那我们就坦然面对 对 如果 如果你遇到了你喜欢的人 一定要告诉我 我们就马上离婚 好 我答应你 等过了这关 将来的事情我们将来在说 好 感谢 跟我们下定了 然后 我们下定了 福 我们下定了 从下定了 的 来 新娘子 笑一下 好 来 再笑开一点 没关系 就这么拍吧 好 来 一 二 这不会是假症吧 妈 您放心 这肯定是真的 我下午就回去了 程哲远 光领了证是不够的 你们两个做出这样的事 丢尽了我们老颜家的脸面 怎么挽回 还要看婚礼怎么办 妈 您放心 我一定会让小晨 风风光光地嫁过来的 等婚礼的事准备好了 我们就回去接您 您就让我来看婚礼 您等会儿 您找我来看婚礼 我们就要在婚礼 你不想到婚礼 您好想到婚礼 您好想到婚礼 你怎么能做点什么呀 乔雨 你注意一下 我有话要说 我要休假 休长假 我最近实在是太累了 我要去欧洲 机票和酒店都订好了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一定要走 不过没说我不放人 你确实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我让开心 我让开心 不管你修多长时间的假 都是担心的 程总真慷慨 那我不客气了 对了 程总 抽空把你们家密码所的密码换一下吧 尹尼姐 你没有 你没有 你完全对不起 你也可以 你悄悄死你 不愧 你也没想起来 你没想起来 你是长官官的 啊 有没有 不愧 没有 我还没想起去 你想想起来 等会儿再说 等会儿再说 行了 别看了 忙你们的 怎么了 对不起 我就是要来跟你解释这个事情 我和陈总是假结婚 因为我怀了沈侯的孩子 但是 我和他现在不能在一起 所以陈总就帮我 隐瞒这个事实 用婚姻 帮你 是 这个其中有太多事情 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你解释 但是 我和他真的就是假结婚 我跟我俩不掺杂任何感情 你没有掺杂感情 不代表他没有掺杂感情 等我渡过这一关 我会第一时间跟他离婚的 什么时候 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我无话可说 请你出去吧 对不起 月小辰 你的婚礼我是不会去的 我无法给你们祝福 这也没什么好祝福的 幸福刚刚来敲门 我不曾过问 迎来温柔的唇 心口却好一场变 你觉得走了能解决问题吗 不然呢 留下来 让所有人看笑话 我送你 我送你 留下一束光给抱紧的我们 回忆翻成了纠缠 嘲笑我欲奔 不再找你责任 得对自己多狠 不敢承认的错人 爱情那我不够 深厚的坏人坏的好人 怎么区分 我猜过去的人如何 对自己诚恳 诚恳对每份爱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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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够单纯 要是否心存 若算了能够代替原谅 不必为我着想 请你先行离开 别让我的坚强 证明我有多么 一心伤 女士 女士 请你先行离开 请你先行离开 你怎么还没有学 要跟着我干什么呀 你就这么出国了 就带一个包 有什么事不能买的吗 你觉得你这是一个 成年人的成熟之举吗 你考虑过自己的安全问题吗 你的证件代权了吗 你的酒店订了吗 还有你在巴黎有朋友吗 下飞机有人接你吗 这些你都不考虑 你就一个人走了 你不觉得你花很多吗 我不觉得呀 我觉得 现在离飞机起飞 还有四个小时 我先带你去买东西 好不好 我不想跟你 继续在这个地方 磨叽 我只知道 越早离开这儿 就越早能找到我的真爱 你把东西买全了 也不耽误你寻找真爱 走 让开 让开 我 你 我 你 好好的坏人 坏的好人 愿意之恨 愿远有温情无愧 欢迎翻方圈 也无愿让那些磨损 更幸福回忆 我常问到底有什么呢 结束还是过程 看情里没有几个坏人 感到好远的真 谢谢 谢谢 我都抓坏了吗 没有 没有 是她让你来的 这次不是 想哭就哭吧 反正高空凉弯尺 没人看得见 甚至是天真 是哪个招费 想哭 有个人 这次是 spending 我带到她 这个时间 有些人 有一些人 女孩 谁 她 让她 走 怎么了你这么满两屋远了 你跟沈欧终于要结婚了 这不好事吗 你丧个脸 程哲远 怎么会是她 我和沈欧结束了 为什么呀 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 没有办法化解的事情 明明跟我开了特别大的玩笑 那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你了 不过像你这么觉得人都认输了 看来这个玩笑开得不小 您怎么又要嫁给程哲远呢 我怀孕了 身后的 程哲远知道吗 他知道呀 所以 他才为了维护我的名声跟我结婚 但是我们之间也说得很清楚 那我真的不得不说 程哲远这个人挺好的 所以 我只要把孩子生下来 就赶快跟他离婚 不能 不能这样好着他 那沈黄能接受吗 他只能接受 严小诚 那你自己呢 我懂你知道 情深不受吗 两个人在一起 不是结果 两个人结婚 也不是结果 这种感情 就注定要分开 我和沈黄在一起的日子 我特别开心 特别快乐 但是那些日子我都 心里面有很多顾虑 我都在收着 我放不开我自己 如果我知道我和她的开心快乐 只有这么短暂的时光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 好好去爱 可是现在呢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我认命了 我认识了 你才多大呀 搞得梦提成真呢 人生的路还长着呢 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事 你都不知道 我给你当伴娘吧 不管怎么样 不管是不是和你最爱的人结婚 但婚礼是一场人生中 奇妙的体验 别想那么多 就当一次经理 放轻松 我陪着你 谢谢你 干吗 猴子不接我电话 我有点担心 我来看看他 孩子 你来得正好 你们两个从小一起玩大的 你去劝劝他 说不定他能听得进去呢 包我身上 他在屋里吗 在 连我们都不想见 这个混蛋 我帮你说的 我先上去了干吗 我先上去了 猴子 你开门 你别跟我装死 开门 我 沈横 你死没死给句话 你死吧 行 没死就行了啊 我告诉你 沈横 我不知道你跟严小臣 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我也不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了 但我只知道 你现在必须自己 重新振作起来 你听见没有 你要再继续这样 全世界都抛弃你了 你听见没有 开门 开门 让我进去 沈横 你再这样我也不管 你听不听见 开门 你不开是吧 不开我也走了 我告诉你 我数三下啊 赶紧过把门开开 三 二 一 行 我走了 以后我也不管你了 这件真不错 比前几件多好看 我觉得这件特别好 你觉得呢 都行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敷衍呢 你懂不懂啊 人这结婚一辈子就是一次 咱们伴娘要是能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 那新娘在台上多有面啊 你看我一眼 帮我挑一下 好看 非同 我说看一眼 你还真就看一眼啊 你能不能走点心啊 走心 那 好看吗 真的 行 那就这件了 这婚纱是真好看啊 卫童 你能不能好好跟我说话 你能不能 你给我点意见吗 我都失那么多见了 小陈呢 小陈 可以试了 好 教官 我感觉 帮我 其应 对 一 小陈 不要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疯了 你刚刚在干吗 不是 你拉着我干吗 你松手啊 你 不是 你松手 跑什么呀 我正想找人打架呢 你看那人什么德行 正好欠的 什么事把你弄成这样啊 没事 我 我就想喝酒 好 我还没喝完 进去再喝点 跟我来 换个地方喝 我自己能走 你能不能别拉着我 跟我来 不愧是量身定做的限量把婚纱 看着做工啊 我这得花多少钱啊 不愧是 你未婚夫还挺了解你的嘛 不过我没有想到 最后给你穿上绘纱的人是她 不是胜后 我倒是觉得呀 没有比程总更适合我们小陈的了 是不是 讲头草 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大家都是大学同学 就你对小陈好 是不是 同不同学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DH的员工 那是你老板 你这马屁拍的 那 程总还是小陈的老板呢 那照你这么说 小陈嫁给程总是为了 我能不能把你张嘴撕了呀 小陈 姑奶奶 我错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这张嘴你知道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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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直口快的 大学四年 大家都习惯 你原谅我了 她 61 00ha 意外这张嘴吗 新婚 你最近和倩倩有联系吗 大家平时都各忙各地 没什么联系了 不过 你要是想让她 来参加婚礼 我可以给她发个信息 通知她一下 你发呀 发就发 我觉得你身上这套不错 你觉得呢 就这套吧 那新郎的衣服你还看吗 他的 等他自己来了让他选吧 他来了 程总 很漂亮 真没想到过了这么久 我们还可以坐在这儿聊天 一起喝酒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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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我帮你问问 来 谢谢 老同学之前不说这个 一口就行了 一口就 那你跟你妈为什么闹别扭啊 没事 不会又是因为你跟颜耀辰之间 别说了 来 继续喝 干了 好 老李 车里温度调高一点 好的 你要是不舒服的话 明天就不用去公司了 帮你请个假 没关系 我没事 理好了 太太 我们到了 李师傅 您以后还是叫我颜小姐吧 您叫我太太 我不太习惯 这 好的 颜小姐 谢谢 需要我的时候 记得随时给我打电话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我上去了 进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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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去吧 晓晓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为什么 生活自由 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跟我 在一起的时候 坏了整个的孩子 为什么 晓晓晓 救他两只船 怀得成志远的孩子 晓晓下周结婚 你愿意来参加吗 这就搞定了 晓晓还是你厉害 看这些人 本来都不应该是你做的事 一个部门嘛 谁做不都一样 怎么了 我私底下问你个问题啊 你跟陈总现在的这种关系 我应该怎么称呼你们的 你 你偷偷告诉我 我谁也不会说的 我这张嘴特别的眼 你们组也太认真了吧 午休时间还在开会 你是夺了一门屎吗 老师来了 老师来了 你怎么会吃这种东西 没事吧 小晓晓 他怎么了 你不会是被我的流水粉熏到了吧 他有啊 真的 我说什么那东西呢 我话那么好听 最近真有一事让我特别苦闹 什么事儿 有人喜欢我 谁啊 就是公司一前台 叫潘大 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给你吃 拿走 走 快快快 分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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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小晨 一起吃饭啊 走呀 你们去吃吧 我看你什么都吃不下 我就准备了一些家乡菜 估计你能吃几口 来 坐 我早上自己做的 微波炉加热了 味道可能会差一点 来 不客气 不客气 对啊 小晨 你妈那边 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去一趟 安抚一下她的情绪 我有个想法啊 你听一下 明天啊 我们就去见她 顺便把她接在上海 参加完婚礼之后 你妈就可以直接住在这边了 你现在怀着孕呢 也需要人照顾 我在我们家那栋楼里面 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 给她住 你安排得那么好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呢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 我们可以再讨论讨论 改变方案 你是不是怕我 不知道怎么跟我妈相处啊 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 什么事情都交给我来做就行了 你只需要照顾好自己 好好休息就行了 来 吃点儿 味道怎么样 好吃 爸 爸 醒了 昨天晚上是倩倩送你回来的 你们俩 爸 你别瞎讲 妈 最近公司还招人吗 你想招什么人呢 倩倩 他们家公司最近出问题了 所以我答应她 问一下我们公司还招不招人 你想招就招吧 但还是那句话 妈 你自己得先进来 妈 孩子 听我说 我和你妈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 我们也不是故意要逼你 你妈最近骗头痛痛得厉害 我们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医生说 需要你妈要休息一段时间 你不信 你看看 这血压都不稳定 喂 什么 这不小爷吗 回来看你妈了 玩好了吗 你看 这不是老爷子的闺女 她榜上大款了 这女婿看得挺有钱的 得那么多礼品 老刘可有福祉 妈 好厉害 好厉害 妈 你别收拾了 我俩有话跟你说 来啊 客人请喝水 谢谢 请坐 你也请坐吧 真是丢人哪 生了这么个女儿 上回跟你说的 上回跟你说的 能做到吗 婚礼的事情 我们已经在准备了 您放心 我保证让小晨 架得风风光光的 让人无话可说 还有 我跟小晨商量了一下 想接您去上海 从今往后 和我们一起生活 好 你好有钱呢 怪不得邻居们说 我家小晨很有本事 上次带回来 那个穷小子 姓沈哪 说揣就揣了 妈 怎么了 闲凭爱富 还不让说了 可是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什么样啊 说不上来了 说不上来我说 叶小晨 你可别忘了 小的时候 你爸是怎么教育你的 是 信沈的那小子是穷 可是穷是他的错吗 你们还年轻 只要愿意努力 还怕过不上好日子 你说你 学得也好得不会嘛 竟学这些 学爱慕虚荣的东西 我年轻的时候 要像你这样 就没你了 行啊 行什么了 天天街坊邻居 戳几两股地骂着 你把你爹妈的脸 都丢尽了 我爸现在要是还在 他肯定会相信我 对不起啊 我妈她 你妈她其实是为了你好啊 怕你也不小心看错人 不过你放心吧 我跟你妈已经说明白了 她收拾收拾 今晚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你怎么说服她了 疼妈妈的 都是为了女儿着想的 虽然你妈脾气不太好 但还是很在乎你的 谢谢啊 还说谢谢啊 服务员送来的 说是你老公嘱咐的 我们程总要照顾那么多客人 还能在百忙之中 照顾我们新娘子的胃口 是不是很贴心啊 看见我妈了吗 看见了 在楼下呀 程志远专个派车 去接你们家亲戚 爱迎接呢 我去接你 我去接你 程总好 亲朋好友都已经入席了 我们下去吧 开心点 程总 这你就不懂了吧 嫁人哪有不开心的呀 况且是嫁给向您这么优秀的男人 我们小陈就是有点紧张 是吧 小陈 太配了 古人说的一对逼人 就是在形容你们了 程总 程总 我说你也太狡猾了吧 打着西式婚礼的幌子 连迎亲和闹洞房都省了 不过要是这么容易 就让你把我们新娘子给接走 那我们娘家人的面子往哪儿搁呀 是吧 卫童 早就准备好了 卫童 谢谢程总 谢了 我不是想傻 就把小陈累上了 一生就累这一次 我堂姐和表姐说呀 说举行婚礼的时候 觉得又累又闹腾 但是过后啊 都是非常珍贵的回忆 快走了 快走了 走吧 这条花道不长 我却感觉自己 想走了二十多年 告别我今生的最爱 走向 对陈志远的亏欠 我周捧着陈志远 为我准备的 我周捧着陈志远的 白色玲蓝花 是她期望我 坚强面对余生的主缘 这每一步 我都如踏着我的前身 再见了 身后 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 但希望你的未来一切安好 是命运的指引 让这一对有情人 在这茫茫人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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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遇相知 今天我们欢聚于此 就是为了共同见证 他们正式地进入彼此的人生 在此之前 我想请新郎和我们分享一下 属于你们自己的故事 比如 为什么以蜗牛作为婚礼的主题呢 其中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因为啊 这是我太太 送我的第一份礼物 那年圣诞节 我送了一份圣诞礼物给她 她要回礼 却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就问她要了一个 她挂在包上的挂坠 那个挂坠就是蜗牛 那个挂坠 我一直保存着 它对我来说 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为我觉得 我的太太 就像一只卧鸟 在外人面前 一直有着坚硬的外壳 保护着自己 和她爱的人 甚至会给人一种感觉 是难以接近的 但如果你真的走进 她的生活 走进她的心里 你会发现她拥有一颗 非常柔软的内心 我希望我可以永远 保护她这份柔软 往后余生 因为有我 一直幸福下去 下面有请伴郎伴娘 将戒指交给两位新人 戒指是原型的 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 这就像两位的爱情一样 连绵不断 永不停息 下面请新郎 牵起新娘的右手 将戒指 戴在她的无名纸上 她将帮你锁定 你一生的幸福 和你忠贞不育的爱情 新郎 新郎程志远 你愿意从今以后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无论环境是好是坏 是健康 是疾病 是成功 或是失败 都会爱护你的妻子 严小臣 与她同甘共苦 携手共创 美满的家庭 一直到你离世的那一天吗 我愿意 现在请新娘 帮新郎戴上戒指 新娘严小臣 你愿意从今以后 无论贫穷 还是富有 无论环境 是好 还是坏 无论健康 还是疾病 无论成功 还是失败 我们同甘共苦 直到离世的那一天 都会支持你的丈夫 程智云 一直到你离世的那天吗 我愿意 好 新郎 现在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我宣布 礼成 妻娘 你现在可以抛出你的手捧花 把你的祝福送给所有的亲朋好友 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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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我好帅啊 小春 这边 小春 我好帅啊 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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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同 玲兰花的花语是 幸福再次来到 也是竖女之类的意思 送给你再何时不过了 希望你 和你爱的人 能够永远幸福下去 希望我们都能很幸福 我刚才真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沈侯要大闹婚礼 你说小陈也真是的 干吗还要叫沈侯来呀 他也不怕程总不高兴 小陈根本就不会 邀请沈侯好玩 那不是小陈叫来的 那他怎么知道小陈结婚的事啊 你也不看看沈侯旁边坐的是谁 我的天哪 这哪是婚礼啊 这根本就是修罗厂啊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发信息通知他了 怎么了 你发的 那天问小陈要不要通知吴倩倩的时候 你也在啊 我 刘行辉 你太聪明了 我 聪明吗 等一下 头发又远了 不过去吗 你静静一点 他现在是别人的新娘了 戴上别的男人的戒指了 别说了 好 你不说 我听你说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活来的话 我答应你在公司上班的事情 就此作非 这个时候了你还这么爱他呀 是